大家好 今天是4月28日 是期止結算日 今天是期止結算日的時期之中 就一如所說的預期 基本上是會向好一點點的 第一A股做好 為什麼A股做好呢 習主席說要搞好一點它 所以基本上有些基建股 其實昨天已經率先做好 今天的時期就更加各方面都做好了 看看銀行是好到這個位置 然後地產又好上來了 昨天銀行和地產還未跟動 只是資源股動了 今天就不是了 銀行和地產都動了 因為這兩個都得大飯 是多點 我呢 這次面對我來說